路加福音第八章 过了不多日 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 宣讲神国的福音 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 还有被恶鬼所赴 被疾病所累 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 那中有称为摩达拉的玛利亚 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 又有西律的家宅 苦撒的妻子约亚拿 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 都是用自己的财物攻击耶稣和门徒 当许多人聚集 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用比喻说 有一个洒种的出去洒种 洒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 被人践踏 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 有落在磐石上的 一出来就枯干了 因为得不着滋润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一同生长 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豪土里的 生长起来 结石百倍 耶稣说了这些话 就大声说 有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门徒问耶稣说 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至于别人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明 这比喻乃是这样 种子就是神的道 那些在路旁的 就是人听了道 随后魔鬼来 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 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那些在磐石上的 就是人听道 欢喜领受 但心中没有根 不过暂时相信 即至遇见适量就退后了 那落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走开以后 被今生的思虑 钱财 艳乐挤住了 便结不出成熟的子力来 那落在豪土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 并且忍耐着结实 没有人点灯 用器皿盖上 或放在床底下 乃是放在灯台上 叫进来的人 看见亮光 因为掩藏的事 没有不显出来的 隐瞒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 被人知道的 所以 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因为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凡没有的 连他自以为有的 也要夺去 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 因为人多 不得到他跟前 有人告诉他说 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 要见你 耶稣回答说 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了 有一天 耶稣和门徒上了船 对门徒说 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 他们就开了船 正行的时候 耶稣睡着了 湖上忽然起了暴风 船浆满了水 甚是危险 门徒来叫醒了他 说 夫子 夫子 我们丧命了 耶稣醒了 赤子那狂风大浪 风浪就止住 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 哎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他们又惧怕又稀奇 彼此说 啊 这到底是谁 他吩咐风和水 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 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 就是加利利的对面 耶稣上了岸 就有城里 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 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 不住房子 只住在坟营里 他见了耶稣 就俯伏在他面前 大声喊叫 说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是因耶稣曾吩咐 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 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 他常被人看守 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 他竟把锁链证断 被鬼赶到旷野去 耶稣问他说 你名叫什么 他说 我名叫群 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多 鬼就央求耶稣 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 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 鬼央求耶稣 准他们进入猪里去 耶稣准了他们 鬼就从那人粗弱 进入猪里去 于是 那群猪闯下山崖 投在湖里淹死了 放猪的看见这事 就逃跑了 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 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 坐在耶稣脚前 穿着衣服 心里明白过来 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 便将被鬼附着的人 怎么得救告诉他们 格拉森四围的人 因为害怕得很 都求耶稣离开他们 耶稣就上船回去了 鬼所离开的那人 肯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却打发他回去 说 你回家去 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 他就去 满城里传扬 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耶稣回来的时候 众人迎接他 因为他们都等候他 有一个管会堂的 名叫雅鲁 来俯伏在耶稣脚前 求耶稣到他家里去 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 约有十二岁 快要死了 耶稣去的时候 众人拥挤他 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医生手里 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 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 他来到耶稣背后 摸他的衣裳碎子 血漏立刻就止住了 耶稣说 摸我的是谁 众人都不承认 彼得和同行的人 都说 夫子 众人拥拥挤挤挤 紧靠着你 耶稣说 总有人摸我 因我觉得有能力 从我身上出去 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 就战战兢兢的 来俯伏在耶稣脚前 把摸他的缘故 和怎样立刻得好了 当着众人都说出来 耶稣对他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去吧 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 说 你的女儿死了 不要劳动夫子 耶稣听见 就对他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耶稣到了他的家 除了彼得 约翰 雅各和女儿的父母 不许别人 捅他进去 众人都为这女儿 哀哭垂胸 耶稣说 不要哭 他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 就吃笑耶稣 耶稣拉着他的手 呼叫说 女儿 起来吧 他的灵魂便回来 他就立刻起来了 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 他的父母 惊奇得很 耶稣嘱咐他们 不要把所做的事 告诉人